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在第一集邱家兄弟碾鱼排碾鱼三吃的影片当中 我教大家做舒榨鱼块 那这一集呢我要教大家除了用橄榄油干煎之外啊 我们再变化一个红烧酱 在这里啊橄榄油干煎的时候 我一样的先把它稍微抹一下眼 记得比如说像鱼类海鲜类的 不需要事先拿在冷藏退冰 因为这样它的血水浓出之后 你就很容易会有味道 我们要煮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橄榄油干煎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它的香气很像严肃鸡的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鲜鱼排它有丰富的油脂 然后它的皮啊也有一点厚 那因为厚它是很Q弹的 也很多的胶脂 所以它煎的时候那个严肃鸡的味道真的很香 那吃起来因为鲜鱼排的肉质也很甜 所以吃起来都很好吃 基本上我觉得干煎这一道大家都会 对不对 我们就用干煎就可以 那稍微变化的话呢 就像现在画面中看到的 我切了洋葱 然后红萝卜 还有菇类 我其实还有准备黑木耳 因为有点像五柳汁这样 我们过年的年货预购里面都有一道五柳汁 然后再跟苍鱼白苍 那我的黑木耳就忘记了 但是我这里跟他讲的是 我用的红烧的方式啊 就是看到的 辣豆瓣酱 然后跟有机番茄酱 这两个调味料 还有再加上生抽 这个调味料在我们上一集的红烧五花肉里面 一样我也是用这三个来变化 我比较喜欢用简单的调味 然后而不是一直在买不同的调味料 然后到最后你会发现 你没有一瓶是用完的 都是放到过期 所以尽量我这个东西买了之后 我就会一直不停的教大家 你如何去把它应用在我们的日常料理 那我干煎鱼排之后啊 我在做像这样子的一个红烧酱 你就可以把它组合起来 这样其实这一道菜啊 你就可以在年菜的时候 也是可以用 真的黑木耳要加 我黑木耳真的忘记了 我全部的菜都做完之后 我才发现 我黑木耳怎么还放在旁边 那其实这样的做法都不难 那主要是我们的食材要够新鲜够好 这样的做法教给大家 大家试试看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